陪匪其实已经给我们推荐了很多春晚的亮点了 那其实我们总台的几位春晚主持人 他们也全程参与了节目的彩排 那么他们对节目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又有哪些推荐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马寒书是第二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那这次对你而言是不是就是更沉着从容一些了呢 其实第二次压力会比第一次大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 其实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包容我 然后我就心里真的非常的感激 所以这一次相对有了一年的经验之后 我希望就是让观众朋友们少包容一点 我自己多努力一点 自己要求还蛮高的 那彩排看了五次 你最想给观众朋友推荐的节目是什么呢 有一个是我们的飞仪歌舞叫《白鸟归巢》 是有歌手谭韦韦跟我们男音的飞仪传承者们 一起去塑造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所以非常的震撼 而且它很有意义 它代表了 因为男音本身是我们中国音乐史上的火化石嘛 它是我们现存存在的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在春晚的时候留意一下 那给我们新闻频道的观众在除夕这个特殊的时候送上你的祝福 祝大家在兔年能够兔年有好运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能不能给我们锐兔城乡中国年的这个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首次登上春晚的感受 好的 来来来 咱们先进屋聊 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但是哥哥姐姐们都是一直在帮我疏解压力 而且他们也在带一带我这个感觉 所以几次连排下来 我觉得慢慢的也找到了一些这个小小的感觉 所以也希望在最终三十的晚上 可以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很美好的大年三十的晚会 六位主持人你会分别和谁搭呢 我都搭了一遍 我觉得这是今年的一个福利吧 就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 我就都搭了一遍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听说哥哥姐姐们已经推荐几个节目了 但是他们有一个大亮点 没说到呀 就是语言类节目 每年大家都特别期待语言类节目嘛 那今年咱们非常熟悉的那位老朋友 那对老搭档他们又回来了 那就是沈桃玛丽 还有团队的这个小品 他们的名字叫做坑 这个坑呢 到底是月球上的坑呢 还是地球上的坑呢 到底是脸上的坑呢 还是心里的坑呢 这个就等大家自己去品一品这个小品了 但是我看连排的感觉 当这个小品的第一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味对了 所以悬念先埋伏到这了 大家敬请期待吧 嘉宁可以用家乡话来送上祝福吗 我是东北人辽宁瀋阳的 哎呀妈呀 阿们那嘎的过年老冷了 老鼻子冷了 但地上都是雪呀 但这种时候过年才够味呢 大妹子给你们拜年了哈 过年好 谢谢嘉宁 好我们穿过这个脸 我们就会见到另一位主持人是谁呢 来这里看看 龙阳你好 菲菲姐好 大家好 我们新闻中心的特别节目 我相信龙阳一定也是看过的 我是忠实的老粉丝老观众 虽然我年纪并不大 龙阳是第二次登上春晚了 今年登上春晚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有一种回家过年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春晚是一年一度 中国人的精神盛宴 也是视觉盛宴 所以这次又能站在舞台之上 陪伴大家过年 我觉得一定要 这个守土尽责呀 要陪大家过一个喜气洋洋的 欢乐吉祥中国年 太好了 刚才几位主持人都分别推荐了 今年春晚节目的亮点 站在你的角度 你推荐哪个节目呢 今年这个问题好难 他们是脱口而出的答案 还是也是百般纠结反复挣扎 优中选优 我推荐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老少贤仪 而且是一年一度春晚的重头戏之一 就是华彩梨园 今年在我们的舞台上 也能看到来自不同剧中的艺术家们 欢聚一堂 这个北方的南方的 东边的西边的 各种类型的曲艺 汇聚在我们的舞台之上 而且那个节目的时长不短 但是你丝毫感觉不到时间长 因为每一秒都是精粹 东阳是湖南妹子 能不能用家乡方言 给我们的电视观众送上祝福 要的是啊 必须的 对 我是湖南郕州人 所以我就用家乡的郕州话 来给父老乡亲们拜个年吧 公主打家 徒念打击 哄吐打赞 欠吐死尽 坦吐不凡 Ice fan 感谢观看